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一直以來拍片,我都很緊張自己的皮膚 經常介紹不同的化妝品、護膚品 如果我拿產品出來跟你說我很好用 然後你看到我的皮膚狀態是長期不好、爛臉的話 真的分享什麼產品都沒有說服力 但是很矛盾的 我又要做白老鼠去試不同的產品 令皮膚很脆弱、很容易敏感 所以在每一個步驟我都要非常小心 特別是清潔這一環,我經常都要化妝 怎樣可以落妝又不乾淨之餘 在同時令皮膚受損最少,我是非常在意的 我想這一兩年大家應該都聽到 我越來越喜歡用卸妝膏這一種產品 我看它很方便,落妝又快又乾淨 但是很多觀眾朋友可能是未接觸過 或者很少用都會擔心 它的質地會不會很厚 或者是用完之後我會不會生暗粒 會不會很容易生暗瘡 有這些問題 今天我就有個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卸妝膏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用 最近是大愛來的 我收到Duo的卸妝膏 也做了五日實測 可以讓大家現場直擊我落妝後皮膚的狀態 我也是第一次見有品牌同一時間 推出了這麼多不同功能的卸妝膏 分別有黃牌保濕卸妝膏 黃牌黑碳5合1卸妝膏 黃牌兩白卸妝膏 黃牌淨膚卸妝膏 以及敏感肌收護5合1卸妝膏 大家就根據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膚質去選擇不同的卸妝膏 我覺得是非常貼心的 打開給大家看看質地 蓋上是有一個筆筆 很方便的 然後看上去 哇好像很實正 不是的 它一推開可以轉化為一個很輕型的柔狀 然後我手上 就畫了一些眼線 Mascara 唇膏 還有一些粉底 這個眼線 可以讓大家看到 是超級持久 穿到穿不化的那種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 我用這個量 然後一推開 是不是很好推 你看到唇膏 很快已經下了 那些底妝 Mascara 剩下眼線的話 不用怕 你現在一直揉它 然後你一過水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的了 我手上倒了一些水 然後一揉開之後 其實眼線已經差不多下了 然後我們一揉 看不看到是超級乾淨 全部的彩妝已經下得乾乾淨淨 它是不需要花很多時間慢慢去乳化 也不會像下妝水一樣 下很久 下很多次的 還有它沒有奇怪的塑膠味 這個是黃牌保濕卸妝膏 有玫瑰精油味 然後紋上去是很舒服的 那我就簡單介紹完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進入實測的部分了 如果你有興趣想看我的 五日落妝實測的話 現在就let's go 第一天就非常之硬 今早十點鐘出門口 去到海洋公園 現在回來又是十點鐘 這個妝是維持了十二個小時 然後在海洋公園是很冷 十一度 很大風 吹到整個人都乾了 所以現在下妝呢 我就會用DUO的這個 黃牌保濕四妝箱 我就筆一筋 這個份量就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放在手上 乾手乾臉的 然後大家會看到 今天出去玩 我是化全妝 有閃粉 眼妝是完全所有東西 墨膏 眼線都是防水的 由面的中間一直向外打圈 嘴都是 一秒鐘已經下光了 而且很重要 下妝的時候 它是不會眼紅 現在也不會乾真真的 皮膚是很柔軟 你會看到很有光澤 我什麼都還沒塗的 記錄第二天的卸妝 今天做頭髮的時候 有塗一點 怕它會敏感 我染髮 所以我也是會用一個敏感肌 收穫不合一卸妝膏 這個我自己是很喜歡用的 你看到是用得最多的一款 我覺得它很溫和 但是這樣一出 其實已經下得很乾淨 快、靚、正 這樣就已經下光了 前面沒有打任何燈的 這個光澤真的是皮膚散發出來 通常打完邊的妝是最恐怖的 一直被蒸氣湧上來 現在你會看到是一塊一塊 所以今天我下妝呢 就會用這個 黃牌靜膚卸妝膏 它的清潔力是比較好的 我自己覺得 用哪一款都是乾手乾面的 然後擦開它 由面的中間 大範圍 這樣向外打圈 今天我會按得久一點 因為我覺得 蒸氣是會把妝更加進入皮膚 我會沖到看到水是清的 就為之下光了 明顯感受到這款洗完是清爽的 如果你是油肌的話應該會喜歡的 今天我去完這個火鍋 然後出油 我也是覺得用這款是很適合的 我的生活比大家想像中 是沒有那麼精彩的 今天做完事回來馬上拍片 現在的妝比較濃 因為拍片如果光線夠 是會食色的 我就要化得比較濃少少 才有東西看 之後我就很怕很怕 如果化濃妝 下妝覺得不乾淨 臉會暗沉 我就用這個 黃牌亮白卸妝膏 裡面它不同的 它是這樣 一個比較深灰色的 打圈 它是下得超快 嘴巴也好 一下就下完了 真的又快又乾淨 又不用太大力 你看素顏又出來了 早幾天我都是沖水 然後今天給大家看一下 它真的所有的彩妝都已經下來了 眼視睫膏那些不用太大力 它都是完全下來了 你看到我真的抹了幾下 就已經超乾淨 這個背景是不是有點陌生呢 是長洲的新屋 但是很多東西都還沒搞定 現在就卸妝了 今天我會用他們的黃牌保濕卸妝膏 因為天氣很乾 我的嘴巴已經乾到快要裂了 所以我就要用一個保濕少少的 一樣都是超級快 我現在去洗一洗面 因為廁所很暗 我拍不到 這個我真的蠻喜歡的 就算現在這麼乾的天氣 我都不會有那種慢著慢著的感覺 其實我這裡本身已經不斷流鼻水 脫皮了 但是用完它之後 這裡沒有挑起死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乾的了 但是它起碼不會惡化了這個情況 看完實測這麼多天的素顏之後 我們回到這個畫面 我試用了Duo卸妝膏 其實已經有超過一個月 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 我就抽了其中五天 連續要化妝的日子和大家分享 你會見到是濃妝也好 淡妝也好 它是很快就可以落臉上所有的彩妝 我最喜歡用的是這一款 它就是敏感肌修護五合一卸妝膏 用它下妝之後 就算我沒有用其他的洗面產品也好 皮膚是不會有沉默 不會絕手 也不會慢慢緊的 然後好像現在這樣 凍乾天氣 用這個黃牌保濕卸妝膏 就非常之有感 因為它除了做到清潔之外 還可以保留到一個保濕度 但是它的質地又不會厚重 不會黏黏黏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款 都是非常之適合乾肌 敏感肌的朋友去用 而且它們下妝都很溫和 我用了這麼久 特別是眼妝完全沒有過敏的情況 之後完全沒有結眼的情況出現 而且我看到它們說是可以直眼睫毛都用得 上次我直眼睫毛的時候 這個下眼妝是超級麻煩 要很慢 用很多心機 之後我是怕了 但是如果它們真的可以直眼睫毛的時候 都是全臉一次過落 是一個很感恩的事 下次我就可以試一下它了 看看資料 DUO 卸妝膏一箱 就有五合一功效了 卸妝、洗臉、去角質、按摩和護膚 裡面含有31種對抗皮膚老化的美容成分 卸妝同時抗腦 聽起來都很吸引吧 有時候如果我們不小心選錯了卸妝產品的話 有機會對皮膚造成負擔 容易變得乾燥 乾燥就會有細紋慢慢出現 你要想一下我們經常都要下妝 如果五年後、十年後 皮膚的狀況是真的可以很受損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喜歡用DUO的卸妝膏呢 因為用起來它真的很舒服 完全不會乾燥 也沒有皮膚磨擦的那種感覺出現 很簡單、很方便、卸妝又很快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試一下卸妝膏的話 我覺得不妨是由DUO去入手 跟我一樣是乾肌、敏感肌的朋友 可以用敏感肌收護五合一卸妝膏 冬天是沙漠肌、容易乾到脫皮的朋友 可以用黃牌保濕卸妝膏 皮膚容易暗沉的朋友 可以試一下黃牌亮白卸妝膏 然後混合肌和油肌的朋友 可以試一下清潔力比較高 卸妝之後也會清爽一點的 這款黃牌黑碳五合一卸妝膏 和黃牌淨膚卸妝膏 五款裡面總有一款適合你的 卸妝膏這件事 真的用完之後很容易回不了頭 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真的很好用 所以很開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紹 我最近很喜歡用的這款卸妝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覺得有參考價值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 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日錄到三月 同日星期日到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